这么独的日头 不让你出来 你偏要出来 我这阵子好多了 能吃也能动了 再说 要不是姑姑提起来 说这园子里的紫苏 长得正茂盛 我还想不起来这事呢 以你如今的身份 做事情哪容得 找你亲自动手 何况生完继儿 这才多长时间 人家做月子也就一个月 你们算算 把我关在宫里多久了 女医治说了 你的身子要经过四季 才能调养地过来呢 春夏秋冬 要一年 是这话 八子有礼了 让姐姐笑话了 姐姐没有笑话妹妹 只是觉得妹妹爽直 竟也不知道心疼自己 芈月自小也惯了 由着性子做事 身上从没有一处不妥的 将我关起来 什么病都来了 出来走走也就罢了 怎么还弄得一手泥污 姐姐不知 这是消蜀神仙草 是宝贝呢 这野草如何个宝贝法 这草叫紫苏 以前在楚宫 每年大蜀前后 葵姑姑就会带着我 在园子里采集紫苏的嫩叶 或鲜食或做汤 既可口又开胃 真的啊 这东西竟这么好 那妹妹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妹妹不知 痛然那孩子自幼体弱多病 到了夏日又特别不肯吃东西 这紫苏竟这般好 我也采些回去 照着妹妹的法子做起来 来 你也帮我一起 是 来 山虎 据跟膳房说 他们做的膳食 一点也不合小公子胃口 让他们重做 是 你也是的 带大儿去园子里捉锅锅 一确就是两个时辰 大儿回来只喊头疼胸闷 一口东西也不肯吃 小公子的脾气 王后也是知道的 奴婢几次喊他回来 他都不听劝 大儿才四岁 他知道什么 我让你跟着他 你是废物吗 奴婢知错了 王后恕罪 王后 什么事 芈八子来了 他来做什么 你还跪着 让他进来吧 是 王后 妹妹身子还没好利落 不必多礼 快起来吧 妹妹请坐 姐姐还没有用膳吗 这几日天太热 一看到膳食就没有胃口 近日连荡儿也不好好吃饭 这不 我在跟身边的人生气 跟他们生气有什么用 宫里头人人都喊热 听有项令说 每日的兵还都不够分呢 再不够分 也不会亏了妹妹的吧 看姐姐说的 我的心思是得用些别的法子 今日我和奎姑他们 在园子里采了不少紫苏叶 让人做了开胃酱薯的紫苏汤 冰镇了 还加了些桂花蜜 特意给姐姐送来 就是那种草 有紫色的叶子 当年我和姐姐 在楚宫里也采摘过 还记得吗 那也是个盛夏 在这儿 妹妹真是劳碌命 这些事情哪用自己亲自动手 你跟姐姐提 我即刻叫下面的人去做 我也是举手之劳 姐姐和荡儿若喜欢 我明日还叫人送来 妹妹盛情难缺 我只好坐享其成了 多谢妹妹 你我姐妹多年 若提谢字 那便生分了 如今 我们都各自有了孩儿 妹妹希望荡儿和稷儿 也能如我们当初那般 博士吹勋 重视吹迟 兄弟和睦 那是当然 那妹妹 先不打扰姐姐了 慢走 隼上 是 把这罐子给我端走 可听宫里的人说 这紫苏汤结属 真的是很好 何时我浇房殿如此不堪 竟也要受他人施舍了 王后恕罪 奴婢这就端下去道了 好